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事实上这些过于可笑的事最后往往有一个过于可笑的结果 网链翻车常有家居某地的某先生日前在疲惫的隔离之中 就找到了一件能够舒缓乏味身心的客鱼运动 可以让他从自以为沉闷无聊的妻子身边转移视线 这件事叫微信聊天 而这个微信聊天的对象据说则是身居同一个小区的某位女邻居 虽然我们不清楚二人究竟是如何天雷勾地火 但诸如此类事都可以给予最平常的想象 也许是在业主群中认识 也或许是打开了那个著名功能附近的人 总之二人是聊得火热且火热到了无法阻挡的地步 但这边姑且是两情相悦 一位事业还算有成的男人 和一个相貌据说美丽的女人 在聊不算很靠谱的天 但人家点起的爱火总会烧掉别人家的房子 比如这位男人的妻子 事实上这段秘密的进段之恋并没有特别进段 而且也不怎么秘密 因为当你做了亏心事的时候 总是会露出马脚给自己戴上嫌疑人的帽子 并且正大光明地给你妻子一个翻看互联网小金库 也就是手机的机会 正牌妻子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 可能是老公变得太有活力 三四十岁欢发第二春 每天吵着复兴伟大青春 对着镜子打军体拳 高喊最后一个敌人留给我 网购35块钱迷彩服 每天趴小区草丛里 拿望远镜监视三楼老王在厨房吵虾仁 严肃认真 趁着老公在楼下草丛潜伏的时候 妻子打开手机输入密码解锁微信 开始翻看聊天记录 而在众多女性头像之中 有一个人显得尤为突兀 是以前没见过的人 打开对话框一看 无名火烧得眼眶发红 这女性每天闲得没事 就是在和自己男人聊天 语气亲妮 话题暧昧 称呼逆人 基本上不用往上翻 就知道这两人之间 肯定有那么99%的秘密关系 继续翻下去 妻子的火便冒得更大了 因为这女人不仅仅每天跟自己男人邀我喝溜 还窜度着别人老公买了个迪奥包 全新 现款 26000 此时我们不需要用太多语言描述 也能明白这位妻子隐藏在平静之后的火气 接着她便做了所有妻子 尤其是正牌妻子都会做的事情 那就是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小区业主群 找到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圈了出来 然后开始进行正义的审判 首先 正牌妻子截图将这位女性的微信发在群里 接着便开始发难 言语间直指她和自己老公之间的不恰当对话 并马上表示 这人是没钱还是怎么 居然要别人老公给她自己买包 多少有一点点的不知羞耻 确定了这位女性在群里之后 她便将矛头指向了该名嫌疑人 不停询问她做这种事到底是何举心 群里这么多男人让别人怎么想 买了包为什么不给钱 还半夜讲想她老公 并发出了她和自己老公的聊天截图 截图中两人的对话十分暧昧 称呼也很亲密 甚至有点大人开大车的味道 接着妻子便问女性怎么着 是不是想来做二房 还是说只是在千百万人中 挑中了自己老公来做代购 如果是做代购 怎么带了两个月还不给钱的 接下来女主角才姗姗出场 开始解释这个包的事情 在她的口中 这个包是她自己买来的 但是因为疫情被卡在了澳门 接着她便发朋友圈请求帮忙 好巧不巧就让这位男士看到 并且提出可以帮忙 然后便帮着她定了一个 接下来便是耳熟能详的那一段话 自己工作很忙和男士很久就认识了 只是普通朋友 只是当成哥哥 自己很男孩子 当成兄弟相处 妻子表示当兄弟处那挺好的 亲兄弟明算账 表兄弟也得明算账 所以你那包的钱还是要结一结 而且大半夜开车这件事也要多少收敛一点 别再搞什么亲亲宝贝 这种脚底发麻的对话 最好不要有任何对话 对妻子的质问 这位女性确实没什么可回答的 因此也就是说一些套话再没别的 而在她义正言辞的声讨下 最终也把这两万多的包钱 一分不差的转了过去 略微可笑的一件事是 这位女子的抖音账号 还把这个包泼了出来 而且言语间满是这包全凭自己六年打拼 才最终挣到手的样子 总之 女人花钱买了包 妻子认清了丈夫的面目 而老公的第二春已经不在 家庭生活也很有可能复制一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老公总有光明的未来 但未来像老公这么光明的可不止一个 无独有偶 在另一某地某小区 居住的某先生 同样面对着这样的烦恼 但他的烦恼比起老公显得更小 但也更闹心 事情是这样的 同样是疫情 同样是隔离后的狂欢岁月 这次的主角是一位人兄 以近乎相同的方式 他也和居住在同一小区的某位女性 搭上了话茬 此时这位人兄的大脑 已经完全被羞羞占据了头脑 因此他并没有像同类一样 在对方面前体面太久 而是很快就露出了真实面目 决定约此女性外出到宾馆一具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并没有等来众望所归的一顿痛骂 而是等来了一句可以 很明显 谈话的双方 却有某种不能外宣的默契 而凭借着这份默契 人兄认为他找到了 自己命中注定的女孩 找到了自己命中注定的女孩后 他的第一反应 当然是广而告知 并找到了讲话 最百无禁忌的那个群聊 把整件事情 一五一十交代了出来 而身为好友 所有人都不嫌事大的 追问具体情况 并催促他 快点推进流程 早点上来 但没想到的是 女生居然先手甩出了 宾馆定位和房间号 但面对如此主动的情况 朋友们纷纷觉得 这事有些不对 因此 人兄也姗姗来迟的 长了个心眼 提出 还是先看看招牌再说吧 不发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女生确实是发了照片 但照片里 也确实是个女生 到目前为止 最关键的部分都对上了 但问题在于 细节部分 倒是一点都没对得上的 例如这位人兄 最为关注的体重 就是在八九十这个数字前面 加了个一 一虽然是最小的数字 但它往往能压垮一个人 最后的心理防线 看到对面发来的照片 以及女生和人兄视频的截图 本来就欢快的群里 又爆发出了更多的欢笑 原本以为能看到一些激情戏码 没想到看到的是搞笑戏码 虽然不知道 这位人兄下场究竟如何 但想必死后 很久都不会再相信网络了吧 而这个瓜最终被人发了出来 人兄就在现场 想必也是另一个 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 射死现场 而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不仅准确地指出了 这位男士人品 着实是不咋的 也富获群友的聊天记录 认为两个人 着实是有些夫妻像在身上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